先生 都办好了 好的 谢谢啊 你好 您好 是这样的 我本来订了两间房间 但是我想取消其中一间 请问您预定的姓名 严送 严送 先生 一间大床房取消 您确认吗 我们现在房间很紧张的 一旦取消就不会再有了 我确定 好的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来了就好 今天吃得好饱啊 你选这个地方不错 很好吃 哥哥 上个 你喜欢就好 不要 不要 哥哥 买只花吧 鲜花配美人 姐姐长得那么漂亮 你就买只花给姐姐吧 不用了 谢谢啊 我是穷学生 出来攒你学费也不容易 买只花吧 哥哥 这花怎么办 一只十块 但是看姐姐长得那么漂亮 一直算你八块吧 那我全部都要了 真的吗 谢谢哥哥 总共多少钱 一共一百六十 给你 谢谢 我找您钱 行了 不用了 真的吗 谢谢 好 希望这些花 能够给你带来幸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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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哥哥 干吗要买这么多 人家都说了 这是为了挣点学费 反正能帮帮别人 就帮帮别人吧 而且这些花还挺漂亮的 是吧 送给你 是吧 不客气 走吧 什么 没房间了 不好意思 现在是旅游忘记 客房全满了 这附近还有别的酒店吗 附近最近的酒店 也要到高速出口了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我今天晚上住哪儿 怎么办怎么办 我今天晚上住哪儿 那个 我们酒店 以为他老板留下的 野外帐篷和睡袋 可以借你们用一碗 太好了 可以录营了 后面就有录音地 太好了 太好了 你就是仙女来的 小姐 打帐篷 小意思 对了 你要不要 给阎朗打个电话 好 报个平安的 太可力了 走 宋宋 三 二 一 喂 宋宋啊 我们挺好的 刚吃了个披萨啊 等会儿延朗跟你说啊 喂 妈 你在哪儿 我挺好的 我宋宋在一起玩啊 拜拜 好 继续 剪玩黑毛 怎么了 还没收完你把我电话挂了 神神秘秘的 肯定做什么坏事 不会有事吧 不会 月月在呢 你帮我订房间了吗 好 本来是订的 但是我以为你不来所以我就退了 完了完了 赶紧去看看吧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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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个情况 你说他俩是睡一起了呢 好 还是一起睡了 我给你个大白眼儿 这算是问题吗 别吵了 又他们听见了 我觉得严肃不会答应 是什么时候 加油 你瞎什么用 喂 你妈 先生真的非常不好意思 客房全满了 好 没问题 谢谢 别坐 没房间了 那怎么办 那 今天晚上你睡床 我睡沙发吧 嗯 嗯 走吧 来 你说 他们是怎么个情况 嗯 你怎么看啊 嗯 嗯 我在想 你们两个 今天晚上 都有睡在这儿问你吗 哎呀 你这个问题 问得点好害羞啊 嗯 解决一下 这个 肯定是睡在一起啊 谁跟你睡一块儿啊 问题是 我们应该怎么睡啊 嗯 怎么睡 这个 嗯 我想过 如果有人可以给你幸福 那么我就会退出 我会远远地 祝福你们 我从来没有奢求过 你会跟我在一起 但是以后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尽我最大的能力 去保护 去疼心 你要记住 就算你失去了一切 我永远都会是最后一个 离开你的人